下面要上场的是江西队的邓亚兰 这是刚给大家介绍过的玉塞凯的第二名 有一个6.0一个6.2难度的选手 下面上场的是江西队邓亚兰 他做的第一个动作是总员720 是个6.0起屏的动作 腾宫的高度还可以 落地迈出了一步 我们看他这个运动员 他上板比较有力 所以运动员敢于去发力 这是很重要的 要把上板推手在空中 才能保证地压腾宫的一个高度 跳马对女孩来说 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勇气 才能去练好的项目 因为它和其他的项目 像高低杠啊 平衡木啊 还有自由操不太一样 它只有一个难度 一个动作 但是它有不同的环节 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失误 稍微有一点犹豫 哪怕是你在猪跑的过程当中 犹豫了一下 都会导致这个动作的失败 像我们看其他的项目 如果多转半圈 多转一圈 难度可能就会高 一个级别 就是多0.1 但跳马就不是 多转半圈 难度就一下就上来了 就是因为这个项目本身 它具有比较大的危险性 多转半圈就已经很难了 我们看到的得分 得到了15分 这是非常高的一个得分了 这次的一个目前来说 排在第一的 它在6.0的基础上 得到了0.3的奖励 完成分打到了8.7 所以现在第一条15.00 现在来看第二条 首番前置5本4 完成的也不错 也是在落地环节迈了一步 但是腾空高度还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更高的难度 达到了6.2 6.2的难度 基本上是现在女子体操 在国际赛场当中的 比较用的比较多的 第二高难度了 以前6.5的动作 现在改成了6.3 这次王岩在他之后上场 他们两个难度是一样的 加分也是一样的 谁能够拿冠军 就看谁的完成质量好了 我也好几次 我觉得太高了 15.20分 平均分15.10 目前排名第一位 这次王岩在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